那么接着我们要请到的是德州仪器冯伟毅总经理 冯总经理将针对先进电源管理系统 推进汽车电气化的未来与我们分享 Our next speaker is Mr. William Fone General Manager Texas Instruments Taiwan Limited His topic today is Driving Vehicle Electrification Forward With Industry Leading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Technology 我们掌声欢迎冯总经理 各位贵宾还有各位产业先进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冯伟毅William 很荣幸今天有机会代表德州仪器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蛮有意思的话题 在于我们如何一起加速车子的电气化 以及电动车最重要的一个部件 它的BMS电池管理系统 在德州仪器在这部分我们最新的技术 以及接下来的发展 我在今天20分钟的投影片里面 大概会用前面两页 先跟大家简单的Brief TI最近的近况 以及我们的一些focus 那后面有六页 我也再进一步谈 TI在BMS电池管理系统里面 我们的技术的演进 以及接下来的发展 TI去年的全球营收20个Billion 那主要来自我们两个主要的核心事业 类比IC跟迁入式产品 那我们持续在投资在我们更多的产能 跟我们的IC研发来致力于新的技术 跟新的发展 我们在去年20个Billion的营收里面 8个percent 我们拿来做新的R&D研发 那其中的14个percent去年的营收 拿来做我们capital expenditure 也就是产能的扩充 那我们总共目前有8万多颗不同的IC 类比IC 迁入式IC 应用在全世界超过10万个客人 那这些分布在各种不同的应用 不同的市场 其实我们觉得很exciting是 我们认为diversity是一个长期稳健成长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我们也会继续在这个部分努力 但across这么多的market 我们当然特别exciting在车用 就像今天我们的主题一样 过去十年 大概十年前 车用IC占TI的营收 只有大概12个percent 但从这边可以看到 在去年已经一路成长到 四分之一TI的营收 都是来自于车用这一块市场 它的成长 我们相信它只是刚开始 就像刚刚几位前辈所提到的 接下来的成长是 大家都非常期待的 那当我们提到 要支持未来的成长 我记得去年麦肯锡的报告有提到 全球车用半导体的产值 大概50个billion 在2021年 那也预计在2030年 50个billion的车用半导体产值 会一路提升到150个billion 也就是大约年化13%的 year over year的成长 所以当我们大家都很期待 也看到这个车子电气化的发展 绝对是指日可待 我们也都看到这些数字 50个billion会一路成长到 150个billion 那对于产能的规划 是你今天不做 其实接下来会来不及 尤其是在半导体 如果你要盖新厂 你今天决定要盖 大概等到这个厂 开始有output的大概要三年 当它开始量产到 它可以fully utilization 大概又要在一个2到3年 所以今年早一 今年2月的时候 TI也对市场做一个announcement 我们会把我们的capital的expenditure 从2.8个billion 拉到5个billion per year 然后从今年开始到2026年 每一年我们会花5个billion美金 来扩充我们的产能 我们相信这个很重要 那当然不只是fab 在图上这边大家看到 我们除了本来就有了两座 12寸的晶圆场之外 我们这边已经直接列出7座 新的12寸的晶圆场 那这些全部都是focus在45奈米到130奈米 那当然不是说28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不重要 但是当我们谈到电源IC讯号链处理 或者是interface 一般的MCU 或者是一般的wireless的connectivity 还有包括雷达 其实很多的时候 大部分这些产品都是需要45到130奈米 而且你也没办法往下做 因为这些混合讯号的处理 你往下做反而会让你的cost更高 或甚至电源IC你往下做 你根本做不出这个电源来系 因为它的那个细的线宽太细 细到电流电压根本耐不住 所以当我们在做车子的电气化 你需要CPU 需要GPU 需要里面的核心晶片 周边的电源管理 周边的interface 周边的混合讯号处理 你会需要45到130 那这7座12寸就是TI 接下来我们目前其中两座 包括RFAP2跟Lehi 这两座是LFAP跟RFAP2 是去年下半年我们已经正式导入量产 那目前每天都还在 把更多机台放进去 来RAMP我们的产能 那同时我们有三座 LFAP2跟Sherman 1跟2 这三座目前正在盖 然后还有两座在我们RAWMAP里面 随时准备启动 来支持未来10到15年市场的需求 特别是在车用这一块的地面 那当然我刚刚漏讲 除了Wafer FAP之外 当然Assembly Testing 还有全球物流中心 也是TI在投资的一个部分 我们相信这个是 很重要来应对未来成长的需求 以及月区复杂的供应链的状况 那当我们谈到车用的设计 我们先来Recap一下 当我们在设计车用系统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面临哪些痛点 那第一个当然是最直接的 就是Security 安全性 它包括Functional Safety 它Functional Safety 比较是硬体跟软体本身 在设计上面 你有没有去考虑到它的安全性 那Cyber Security 也是一个越来越被关注的话题 当你车子进入互联网的时候 你如何避免跟去准备 恶意的第三方透过软体攻击 那Time to Market 能够做出消费者预期的Cost 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当我们在设计车用系统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 现在在车子系统 我们常常看到 现在有ISO 26262 也有ASIO ABCD 各种不同的标准 这是需要被符合的 然后以及 速度跟跌越来越快的 这些新的技术的演进 我记得几年前我们都还觉得 Level 2有点 好像蛮厉害的 但是今天你去买新车 大概都蛮普遍能够看到Level 2 当我们现在看Level 4 感觉还是一个蛮遥远的未来 五年后的今天 如果我们都聚在这里 也许我们的话题又不一样了 那当然最后也是这几年 非常被关注的一个议题是 当我们在做汽车电子设计的时候 如何也同步考虑进 整个供应链上面的 接下来可能会遇到挑战 就像Toyota过去从JIT Just in Time 在过去疫情期间 它其实领先地做到 精实管理在它的整个供应链里面 那接下来对于Suppression Resilience 也会是大家一直都会很关心的一个议题 所以当我们谈到BMS 汽车的 通常投影片走到这边 可能要先问一下 要稍微有一些互动 我可以问一下大家 有多少人现在是开电动车吗 大概10% 那有哪些人下一台车想要开电动车 蛮多的 应该差不多30几%了 那我们也去参考了这个市场调查 在美国大概27%的人 下一台车他如果要买要买电动车 在欧洲 德国跟中国大陆多一点 大概40到45% 那在东南亚的话大概33% 那我个人也不是开电动车 那我有考虑下一台买电动车 但是我会不会下一台就买电动车 其实我相信跟在座 不管你下一台有没有考虑 你大概会非常关注这四个面向 为什么现在超过一半的人 还不想要下一台车就买电动车 大概不外乎它的充电的方便性不够 充电速度不够快 不外乎我充满电之后我可以开多远 我会要不要担心我开到某个地方去之后 就卡在那边 不外乎现在电动车可能还太贵 当然也不外乎我还在怀疑这电动车 它的电池够不够安全 会不会爆炸 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其他的问题 大概就是这四个面向 那我们今天谈论BMS 汽车的电池管理系统 其实TEI在新的技术的开发的方向 以及竞速的演进 我们也是直接贴切地想要来解决 这四个面向的问题 我如何在汽车的监控系统里面 汽车电池的监控系统 我能够做得再更准确 来延长我们的驾驶距离 我如何能够透过新的topology跟technology 我可以让充电的速度跟效率更快 以及我如何借由整合式的IC 当我IC level都可以整合ISO 26262 也通过ASLD的规范 当我们R&D在design整个系统的时候 它自然会更简单 也省去外部的元件 保护元件就可以做到这些符合规范 它进一步就降低了cost 这些都是我们在BMS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的专注在发展的方向 当我们谈到BMS 在车用系统里面 其实我想大家很多人也熟悉 在过去极端寒冷的气候 或冬天的时候常常耳闻 或者如果你已经开电动车了 如果开到高山上面 在低温环境之下 其实大家可以预期 你的驾驶里程可能会有40%的差异 那这个又再一次回来 echo到你的BMS Voltage跟Current 电压电流的监控的准确度 它其实是至关重要 特别是在你的capacity 是随着外部的环境有很大的变化 那现在最主流的千酸离铁电池 以这个为例子 如果我们在monitor IC 去监测放电电压跟电流 特别在电压 我过去传统大概是10个miniVolt的误差率 如果我能够从10个miniVolt的误差率 提升到1个miniVolt的误差率 对于磷酸离铁电池的电动车 你里程数的差异大概会有101公里 那这也是最新TIBQ 79718跟79731这两颗 一颗是Sale的monitor IC 一颗是PAC的monitor IC 两个IC一起搭配组合 能够做到更精准的电流跟电压的感测 它大大的改变了我们在 磷酸离铁电池的电动车上面 你能够行驶的距离 这大概也是我们在这一块 设计上面的一个专注 那进一步谈到整个车用的 这是一个大致上BMS的一个架构 从中间这边我刚刚提到的BQ79718 跟79718是应用在这个地方 它是在Sale Monitor这边 这颗Sale Monitor它可以一次串接18颗电池芯 然后由多串的电池芯并连 然后连接到Battery Pack的这个Pack Monitor这一块 那这个Battery Junction Box BJB 它以前的传统的BJB 它是没有电子元件在里面 它是由Switch或者是Relate 这些机械的元件在里面 但是在这一个智慧 新一代的这个Battery Pack 我们把BJB把它放进我们的Pack Monitor IC 让它变成是一个智慧化的BJB 那它有一个很大的 它有几个很大的优势 是我如果能够在这边就直接做完电压电流的侦测 我可以避免 传统的是要跑到这边来 由BMU这边来做 但如果我可以在这边就直接做完 我需要做了每个串的Balance 电压电流的Balance 然后以及电压电流的两侧 我可以把大电压的讯号都放在这边 然后让BMU可以很简单很干净 都是小电压的小讯号的方式 在那边做设计 会方便简单很多 那同时我们透过DC Chain 这边两条线 透过DC Chain来取代传统的那个Interface 那它可以省掉一个Isolator的IC 在这中间做保护 那同时这个DC Chain 也可以避免使用再多余的Canvas 那大家就知道 你要多余多用一颗Canvas 你大概就都要 多用一颗Canvas的Control IC MCU 那这些其实就是透过新的技术 跟想法去发展出来新的一个function 以及它怎么去强化 不只是更 让我们的量色更精准 同时它更smart 来帮助我们省去不需要的component 然后进而达到系统优化跟cost 那另外一个重点想在这边提到的是 就像functional broadcast上面 大家看到的 你要做到一个BMS 绝对不是只有 我反复提到的monitor IC 它周边需要MCU 它需要communication bridge 它需要Canvas 它需要protection 它需要driver 它需要DCDC 它需要LDO 那TI其实在这一块也 因着我们的broad portfolio 我想我们应该是业界唯一一家 提供所有这些IC的total solution 那我们也因而 因着在这一块 把我们所有total solution 全部都在一起 包括我的MCU 能够做一个revenue design 让客人能够很快地 透过我的revenue design 跟我的eVM 能够直接评估 然后加速你的开发跟time to market 那这一页我们进一步谈到 在刚刚过去我们谈到线下TI的 在BMS的发展 那接下来TI会继续往哪个方向去 领导这个车用BMS的开发跟技术的演进 其实我们非常exciting在这以上六个面向 最左边这边是我刚刚反复提到了 从十个minivolt到一个minivolt 让我们能够多开101公里 那当然我们也会希望在这个方向上面 继续致力于更精准的侦测 在电压跟电流 那另外一个 我个人觉得很exciting 是在wireless的BMS 我们刚刚提到 透过dacy chain可以省掉一些线材 可以省掉一些沟通上面的一些component 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走到wireless的BMS 你那台电动车 打个比方100个sale的电动车 你如果是有10颗一串 你总共会有10个pack 那你大概就要有10组不同的线互相连接 连接到你的controller那边去 那其实它造成几项困扰 如果我今天车子电池坏掉 我回到原厂去 我可能整个pack to pack全部要打开 因为它全部都是线彼此连在一起 然后另外它这些线全部加在一起 它的重量其实是可观的 它的cost其实也是比较高的 那如果我能够透过wireless的方式 把这些pack全部连接在一起 以后我进行原厂去看哪一个 我的电池系统哪边寿命到了也挖换 我只需要把其中一组拿起来就好 那当然它省掉了线材的重量 线材的cost是一个蛮可观的 所以这个wireless BMS是线下 我们已经有一个无线整合的产品 那我们也开始看到市场接收度越来越高 技术的成熟度也越来越ready isolation 它是这边透过一个例子 是TI的Solid State的Relate Driver 透过这个Driver来做到这个Safety的Feature 来让整个系统的cost跟size能够再更小 那以及自带ASOD的MCU 包括TI的这一颗Sitara的MCU 那我们也免费提供了符合AutoSar的这个Coding的平台 让客人能够直接来使用 那当然另外就是high voltage的contactor high voltage contactor其实就是high voltage的relate 那以及firal的driver 这两个大概都是在谈Safety上面 你要怎么透过这样的设计来让你的Safety feature能够被采用 那最后是system design的resource 也就是包括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的total solution以及referent design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 我们真的做出了一个真的VMS 然后可以让客人可以直接在这个板子上面 然后透过TI total solution 可以很快地进入开发 然后进入验证 然后同时去最佳化自己的设计 OK 以上透过这几页的分享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那其实TI的愿景 again我们希望在欧盟推动是2035年的全面电动车 这个road map的路上是一个 这也是我们的愿景 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半导体技术 我们的研发 我们的发展 能够帮助大家 我们国外的电动车能够更便宜 能够行驶更远 能够更安全 更可靠 同时能够有更好的充电的体验 以上是我的分享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 谢谢 谢谢德州一气冯总经理 带来的精彩分享